大家好,我是美国的波比医生 我用我的频道来分享有关健康健美有关的话题 如果你对这些话题感兴趣 请记住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今天我想来分享一下有关深蹲这个动作 这是一个健身里的黄金动作 我健身也有一年多了 所以我也想学一些基础知识 我们做深蹲的时候有一种叫做半蹲 就是大概腿乘90度 这个大腿和小腿之间 还有呢就是完全深蹲 这个大腿和小腿之间大概只有40度 我现在想起来我过去这么一年多 练的最多的应该是半蹲 完全深蹲呢就是要完全蹲下去 对这个胯关节啊还有膝关节 它的灵活度要求都比较高 有个争议 这两个动作哪个更好呢 所以现在我就做了一下研究 有一篇文章在2019年 是在一个欧洲的应用生理学一个杂志 这文献里面呢 他把健身达人分成两组 一组达人做每周两次训练 每次做三组的完全深蹲 另外一组呢是做同样数量 但是做半蹲 这样练十周下来 然后比较他们的肌肉的量啊 还有他们的最大负重的能力 大家猜一猜哪一个更好 结果是这样的 就是练了完全深蹲那一组 他们在做最大负重的测验的时候 他们所能成的重效比没有专门练这个动作的人要高 然后相对于半蹲那一组呢 他们专门练了那个动作 然后他们做半蹲最大负重的时候就要比另外一组要高 这些都是可以想象的 同时呢 测量用核磁MRI测量他们的肌肉的量的时候呢 发现还是全蹲这一组比较厉害 他们的股四头肌和大腿前面这个身肌 它的肌肉增长量都比做半蹲的这一组增加的要高 另外一点就是做完全深蹲 还可以练到另外两个肌肉 一个叫做臀大肌 还有一个叫做内收肌 所以那些和我一样想练起翘臀的女生们 我们就还是要多做一些完全深蹲 但是半蹲也好 完全深蹲也好 都不练后面这个Hamstring 就是大腿后面的这个肌肉 那个肌肉呢 如果要是练单腿的提拉就可以练到了 这个实验呢 就是说明你要是做这种活动量大的这种动作 就是完全深蹲 相当于半蹲活动量就大 它对肌肉刺激自然就多 所以长起肌肉的量也会多一些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两个动作都非常好 各有各的用处 如果你是做半蹲呢 就是你从椅子上站起来 这个姿势肯定是要用半蹲 这个动作练到的这些肌肉 如果你要是想在地上做点事情呢 比如地上捡个东西 擦擦地板 或者是种菜啊 种花啊 或者是在地里寻宝 那你就经常要完全深蹲 所以希望大家都跟我一起练起来吧 把身上每一块肌肉都练得线条完美 同时功能完善 好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请希望帮我点个赞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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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